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好多东西有个利益和市场二字 把很多事就弄得 就跟当今天的爱情一样 你知道吗 就掺杂了很多杂志在里面 你比方说 就咱刚才讲的这部电影 有人说你现在退出来 你这电影本来就没人看 所以这么弄一下 拿反日当噱头了 对吧 感觉你还有名了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片方 他的顾虑 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想 你看他还有这个 说这是 我们保护国内市场的顾虑 甭说我们没有得奖 假如我们去了 甚至假如我们得了奖 那么现在这结果眼上 会不会招致国内 很多网友的这个痛击 你们电影怎么送去 日本鬼子那去得了奖 所以你说 他这种解释 也是一种担心 你看 我现在甚至都觉得 就是说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政治信仰的 还是像我一样 仅仅是为了自保 你知道我看到你 我就想起一个 我的台湾的好朋友 我在当年第一次去台湾 碰见件很有意思的事 也是一个台湾 一个艺人 挺有名的一个艺人 在一个小的场合 酒吧里演节目 就讲笑话 讲笑话 好 我们台湾朋友很体贴的 你知道吗 我们的几个在那里 讲笑话啊 大概是台湾人 经常拿共匪开玩笑 所以他就顺口 说了个什么共匪 对吧 我们在那还没什么感觉呢 是吧 过了一会儿啊 就他底下几个 他身边的人 就包括带我们来的 几个台湾朋友 就过来就跟我讲 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台湾人呢 他们比较言论自由 他们就是这样的 而且他这么一个 就真的一个场合 就真的把你当共匪了 对 然后你赶快说 我不是共匪 不是 我说不是 后来问题是说 行行行 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完了以后 他们的那个老大 领着这个艺人 我跟这个艺人 我们现在也挺熟的 领着艺人来 我道歉 我心里说 哎呦 好像弄得我们 反而特别 没坚决的 就说 哎呀 你们能理解吗 就说这个是这么一个 很封闭的 一个小的场合 其实怕的是什么 正是张辉妹出事 那阵 你知道吗 就是他担心呢 你是要大陆市场的 如果你们 尤其是后来他听说 我还是个节目主持人 他肯定 你这要回去 跟我们说了 我们这个就没法在大陆挣钱了 这是饭碗的问题 这个在台湾 如果我们要这样讲的话 在台湾也是政治 尤其在蓝绿非常 尤其陈水扁那时代 他特别在宣扬这种 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 你只要说你到大陆旅游 或者是你去大陆赚个钱 做个商业 大家觉得你媚共 你看 产媚共产党 媚共 那这样这个帽子一扣 大家想说 我是生活有这么严重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变得很低调 然后但是你现在 你看时代变迁到现在 现在连民进党都还跟 就是都希望能够 能够跟这个 我们内地的政府 谈谈天聊聊天 喝杯茶是吧 所以我说 这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现在的内地的 我们对日本的一个情绪 没有是一个 就是一个 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必须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但是时间点到后面之后 反反抗的情况 或是整个民情 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的 就朝那个好朋友 走慢慢的变好 我倒很好奇 一般日本的民众 看到那个旅行团体 打的这个热烈欢迎 对着中国游客 这么惨媚啊 他们看来 这个也是为了生意嘛 我觉得那个旅行团 团体他们欢迎中国游客 我可以理解 可是一般民众会怎么看 我这个是非常好奇 就旁边的日本民众 会不会觉得 这帮人只要钱